主席 陳院長及執政的團隊 各位同仁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海外僑胞 對我們中華民國台灣的關心和支持 是非常令人感動的 以最近三年為例 民國九十八年有八八水災的時候 各位知道全世界的僑胞捐了多少錢到台灣來嗎 民國九十八年八八水災 全世界的僑胞捐了六億八千萬台幣到台灣來 民國九十九年災害比較少 有兩千四百萬的僑胞對台灣的捐款 到了民國一百年 因為建國百年的關係 仍然有四千萬的台幣從海外捐到台灣來 不只對國內 另外對日本三一一的震災 對泰國的水災 還有對東南亞各國的救助 海外僑胞都直接表達了我們台灣人對他們的關心 九十八年三月起 僑借響應愛財十二建設綠色造林計畫 一直到九十九年又推動了海外僑胞百校植樹愛台灣的計畫 海外僑胞捐款這個活動達四千五百多萬 贊助全台灣十七個縣市一百七十個植栽計畫 三年來植樹種了十二萬一千七百三十二顆 種植的面積三十點五公斤 每年減碳量一千兩百一十七公噸 相當於每年三點三個大安森林公園的減碳量 這是海外僑胞對台灣的愛心 反觀我們政府的總預算 以去年為例 分配給海外僑胞的只有千分之零點八 也就是說政府每一千塊錢的支出 只有八毛錢是用在海外僑胞身上 一千塊錢台幣的支出 海外僑胞只分配到八毛錢 零點八% 所以說政府對海外僑胞的照顧 就經費上來說比例差非常的低 但僑胞對政府的支持 無論捐款回國投資觀光資產 對我們政策的擁護都是非常的堅定 所以本席在這邊呼籲 我們政府對我們海外的僑胞 能夠多給一些鼓勵和資源 謝謝 謝謝